直接撞在一起 中国海警船与菲律宾海警船互不相让 甚至动作越来越大 中国海警船不但刮蹭菲律宾海警船包围对方 甚至还用高压水柱 击破飞国船只的挡风剥离 中飞在南海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让人担心是否会爆发 无法挽回的大规模冲突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飞的摩擦 而英国伦敦全球政策研究所学者分析 中国宣布要实施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来作为海警船在海上执法的准则 这个规定允许中国海警船逮捕进入 中国主张拥有主权的南海海域的菲律宾人 规定将在六月十五号生效 而这很有可能触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引起中美冲突 万一如此就怕台海也将被卷入 甚至还有太平洋周边国家与西方的北约组织 相信不管中美甚至包括菲律宾等等 也都还是会在这种区域的冲突上面 有所克制 专家认为冲突不会停止 但也不会扩大成为世界大战 不过就怕有意外 因此平息任何可能触发战争的因子 还是重中之重 三立新闻林书贤 北洋芷玉台北报导